为什么每到一个阶段 我们就会遇到一个低潮期呢 我们并不想要遇到低潮期 我们想要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好 但是低潮期总是不期而至 而且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个低潮期 我们需要付出 观察 把自己拿出来 然后去跟别人对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是往外拿的 当有一天我们对自己往外拿这件事情 已经习惯的时候 我们就忘记停了 你有没有发现你做照顾家人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会忘记上厕所 会忘记自己肚子饿 就是我们付出的时候 进入一个习惯的状态 而忘记照顾自己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是不是家人不关心我 是不是伴侣忽略了我 在这种钻牛角尖的状况下 我们陷入低潮期 很难再走出来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接纳自己 告诉自己说 因为前面我做了很多事 而忽略了自己 没有满足我们自身的需求 所以我们陷入了一个心灵的黑洞 这个低潮期告诉我们说 不是我们做的不好 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而是我们需要休息一下了 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 尽可能地满足你的身体 生理还有心理的需求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接触新的世界 找到一个新的转机 来到一个新的阶段 你现在在人生的低潮期吗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如果你身边的人正在低潮期 请让他多休息 照顾一下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